你自己一面领18%又大骂18% 你遇到大老板的时候说 劳工实在放假太多 周休二日是国民党的主张 碰到劳工又说民进党坚持周休二日 你一下说不预期会有涨电价的可能 社会反弹之后又说没说不涨电价 我真的听不懂 你过去一直骂国民党卖台 选举的时候又说要维持现状 遇到李登辉总统的时候 你说他是你的政治 你是他的政治路线继承人 可是最近大家一质疑的时候 你又说那是国民党总统 国民党政府 请教蔡主席 你的立场到底是哪一个 我的立场很简单 这是一件制度的事情 是政府的事情 是政党的事情 是政治人物的事情 是政治领导人的事情 而不是个人的事情 至于涨电价的事情 我在七大工商团体 在很多的场合我都讲过 我讲的东西是非常一致的 倒是朱主席常常把时间错置 然后把它又用错误的解释 造成我的好像立场不一致 这个在过去几年 是国民党非常惯用的手法 我以为朱主席是新生代 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 但是你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让我们讨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